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1964年1月22日 中国人民解放军武汉军区某部六连 被国防部授予硬骨头六连荣誉称号 革命战争年代 六连参加大小战役战斗上百次 靠着勇猛顽强拼出了硬骨头的名气 先后涌现出刘四虎 尹玉芬等15名全国战斗英雄 西北野战军两次授予该联战斗模范联荣誉称号 在1948年的瓦子鸡战斗中 刘四虎面对团团围住自己的敌人 像红了眼的豹子一样杀入敌阵 一连刺死七名敌人 自己浑身上下中了十一刀 昏迷十天十夜才被抢救过来 1950年9月 他光荣出席全国战斗英雄代表会议 受到毛泽东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亲切接见 新中国成立后 六连在参加剿匪反霸抗美援朝作战中 继续保持和发扬革命战争年代 英勇顽强一往无前的硬骨头精神 出色完成了任务 赢得了战备思想过硬 军事技术过硬 战斗作风过硬 军政纪律过硬的美誉 改革开放后 六连在边境自卫作战中 敢打必胜战绩突出 1985年6月 中央军委授予该连英雄硬六连荣誉称号 该连现为陆军第74集团军某部六连 全连官兵牢记强军目标 传承红色基因 苦练大赢本领 大力发扬硬骨头精神 转型重塑锻造圣战兼兵 在新时代强军星军征程上 再创新的辉煌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